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与中华文物艺术拍卖协会共同企划制作 欢迎收听拍卖场的人山故事 我是主持人拍卖官游文梅 这是全台湾第一个以拍卖官亲身经历的故事来贯穿节目的内容 落垂的那一刻 成交的不仅是拍品 也是他们的故事 其实上一集我们邀请了艺云书屋的主人陈维俊来聊折扇的故事 感觉有一点意犹未尽 再加上其实去年我在地图艺术秋拍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们的图录里面 其实有蛮多的扇面或承扇的拍品 那后来呢意外的呢这些拍品收到长家非常热烈的欢迎 所以这些拍品几乎都找到了他下一个主人 那我想说今天继续我们再来聊一聊 有关于折扇的故事 那我们收藏界常有一条不成文的一些说法 他说一个是手卷 一个是侧页 然后有的是中堂 然后有的是银帘 有的是扇面 所以上面的收藏的长久以来 在传统的书画的这些收藏里面 也占有一席之地了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的来邀请陈维俊 维俊跟听众朋友再次问好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易云书的主理人陈维俊 维俊其实你别看他很年轻 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老灵魂住在里面 那维俊毕业于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 曾经也是担任设计师 他有非常丰富的周长的经验 包括了宣德鲁 或者是他的心头好 就是这个折扇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聊一聊折扇 那我们知道这个折扇 在上一集的听众如果有听的话 我们就有提到 这个折扇它有扇面 然后跟扇骨 那这个扇面跟扇骨 材质或者是说 它这到底是要运用怎么样的材质 它是可以代表说 它这个折扇是比较珍贵的 比较好的对吧 好我想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折扇的组成呢 一般我们来讲话 就是分成扇面跟扇骨 那普遍大多数大家看到扇子呢 大概都会先被它的扇面给吸引 因为常常我们如果看到 不管在博物馆的收藏 或者是在拍卖会的高价落锤的时候 往往都是那个艺术家 所绘画或是所书写的书法 赋予它这个折扇的扇面的价值 所以讲到扇子 大家会第一个想一想到 就是名家的字画 赋予它的内容 那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来谈一谈扇子本身 在还没有被创作 书写绘画之前呢 它就分成两大部分 一个扇面跟扇骨 那在这个制作上面 他们这两个部分都很讲究的 第一个我们先讲扇骨好了 扇骨呢 听众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现在讲两个名词 一个叫做大边 一个叫小骨 大边跟小骨 大边 大小的大 边缘的边 大边就是指这把折扇呢 最旁边左跟右 那两根比较粗的叫大边 小骨就是中间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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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细的 叫小骨 大边跟小骨 所以我们在折扇的构成里面呢 扇骨主要就是大边跟小骨 那大边小骨的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大边它是负责沾黏住扇面的 所以呢 这个扇面装在扇骨前的时候 它小骨是穿进去 但是不加胶水不沾黏的 然后它加那个酱骨主要是贴在大边两个大边上 所以当我们扇面 如果不想用了 要想把它取下来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 你拿去给装表店师傅 师傅会帮你把那个旁边两边浇水去掉 他就很轻松的就可以把这个扇面又取下来 这是第一个 好 那扇面呢 扇面的讲究是什么 其实扇面它在制作的时候呢 扇子是一折一折一折 对吧 扇子扇面的制作呢 它是必须在它湿的时候很湿 听众朋友可以想象 它就要湿哒哒的时候 它才有办法折 也是 对 所以在扇面的制作呢 很多朋友问我说 为什么他画扇子他不好画 因为一折一折 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平平的我来画 我刚才说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专门制作扇面的师傅 他是用很多的胶帆 用很多的帆水 然后把这个扇面弄得很湿 然后他有个工具 他有个工具 他就开始折 哇那折的速度很快 就是把它折成一折一折 然后干掉了以后 它就变成这样子 我们看到了一折一折的扇面 所以这个就是在一个扇子的组成里面 我们听众朋友会想象 它有一个扇面 一个扇骨 那什么样的扇面或扇骨的材质 是比较珍稀比较贵的呢 好 什么样去分辨一个好的扇子 或是珍稀的扇子 其实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讲一个折扇呢 他就是会讲到几个面向 第一个叫做质型 质型 就是质度的质 对 形状的形 质型 什么叫质型 质型其实他就是从 他包含了一个时代背景 风格 所以我们讲到质型呢 就是说明代有明代流行的形状 是 那个时候的审美啊 或那个时候的长短啊 喜欢的长短啊 甚至说 他的扇子打开有多少格 那个每个年代都会不同 所以这个我们统称叫做质型 就是质度下的形状 比如说到清代的时候 因为清代大家都知道是满清 是满族人 是 所以他们的审美又跟明代又不一样 到了民国的时候 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我们讲的西装扇 是专门放在西装口袋里面的 那也是因为民国时期 大家开始穿西装了 所以他衍生出来的一个扇子形状 所以这都是质型 那普遍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话 就是说一般的扇子都是双数的骨 双数的骨 对 就是小骨是双数的 就是小骨再加两个大边 再加两边 两个大边 都是双数的 好 那为什么呢 就是普遍来讲都是双数 就在明代早期到晚期 其实最流行的都是 多少边呢 是18个骨 或是16个骨 是 就是大边再加小骨 加起来的数字是18 或者是16 是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你可以记得这个数字 下次你到博物馆 去看那个扇子的时候 你可以跟朋友们炫耀一下 你猜这个 有多少根骨 这样子 对 对 这个也是真的挺有趣的 这个下次我们可能到博物馆去 我们看这个扇子 可能大家都会认真数一下 它到底有多少根扇骨 对 然后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到质型吗 对 就是制度下的形状 大多数的扇子是双数骨 但是有一个时期就是明代晚期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明代晚期的那个崇祯呢 家境皇帝他是特别崇尚道教的 那在道教里面呢 是以丹树为阳 就是丹树 对 是伟大 尤其在家境朝的那个时候 他们的扇子常常都是基数骨 哦 是哦 对 所以他会有17骨 或者是15骨 对 很特别很特别 但是除了那个以外 基本上大家可以下次去看一下 嗯 看到扇子 你可以特别数一下 一般都是双数骨 嗯 这个树木 其实也是我们鉴别的 小窍门 小窍门 谢谢维俊啊 告诉我们这些小窍门啊 那刚刚有提到收藏扇面啊 又收藏扇骨 有时候说实在我主持拍卖会啊 或者是看其他的拍卖会上面的拍品 上面呢 不是一个扇扇 也不是只有一个扇面 他就只拍扇骨 对 可不可以来讲一讲 怎么样收藏骨 就是当我一开始在切入扇子的收藏的时候 我就是从收扇骨开始 哦 是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其实收扇骨很有趣 扇骨它就是像一个可以用的扇子的骨 它那个材质的美 它做工的美 其实是非常吸引人的 那加上古代的时候扇面被拿掉了以后 扇骨就保留下来 那它有很多很好的做工 很好的材质 就像刚才您问我说 什么样的扇子是好扇子 对 我们来看一般的扇子都是用竹子做的 对 那那个竹子我们统称叫做玉竹 玉竹 对 为什么叫玉竹呢 玉竹不是一种品种 它是指的就是说 它选了特别好的料子 像玉一样的细腻光泽 很舒服很温润的好的竹子料 所以统称都叫玉竹 所以一般看到扇子通常都是玉竹做的 那其中有几种扇子特别贵 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香飞竹 因为香飞竹我们知道它是因为受真菌的感染 所以它有它的偶然性 所以它的稀有度就高 而且很漂亮 第二种叫做芝麻竹 芝麻竹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在宣德皇帝 在台北故宫伯苑收藏的宣德皇帝画的了一把 就是芝麻竹 那芝麻竹是一种明代特有的一种竹子料 那这芝麻竹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现在收藏家也不知道有什么原因 但是到清代早期之后就慢慢就看不到了 所以它的材料也非常的珍贵 那第三种 可是现在也是没办法流通的 就是象牙的上古 像这都是属于在古代都是特别珍贵的材料 其实除了象牙 然后你刚刚提到的芝麻竹 或者是香飞竹之外 好像我也有看过 譬如像是戴帽有没有 也是戴帽的 还有七七 对七七的 还有剃红七七的竹子 对有各式各样的善古 其实光去欣赏那个善古 其实它也是非常的漂亮 对它其实在那个时代 其实它就是能工巧匠 用花了各种各样的心思去做出好的东西 这样子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刚刚维俊也有提到中国折扇的制型 选材跟制作工艺 一直到刻骨的技术 其实都是体现了文人追求 物外之趣的一个精神 那这样子的话 维俊可不可以也帮我们提点一下 怎么样去鉴赏折扇 折扇到底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或者是它的扇骨要雕刻越多越好呢 到底要怎么样去鉴赏一把折扇呢 好 一把好的折扇呢 我们一般会讲的就是说 第一个扇骨的材料 然后第二个是扇骨的样子 制型 有时候它会比较特别的形状 或是比较特别好的材料 这都是会影响到那个折扇的价值 那另外最主要最主要的 还是扇面上面的创作 扇面的创作 因为一把扇子 它可能会需要用到四个工艺师来完成 好请说说 为什么有四位呢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扇面的制作是专门一个师傅做的 所以会做扇面的师傅 不会做扇骨 是啊 因为它是专门 对他们是专门做扇面 然后呢 做扇骨是一个师傅 所以扇骨这个师傅 他光学做扇子扇骨 他就学了非常非常久 所以他就专门做扇骨 那第三个师傅就是科竹的师傅 科竹的师傅 所以很多的扇子上面 他都会有做雕刻 那雕刻上面他就越来越动刀嘛 就像刻钻刻一样 所以刻竹的又是另外一个师傅 最后一个就是艺术家 就是扇面的绘制或是书写 所以一把好的扇子 他可能就是知道集合 这四个不同的师傅来完成 我常常看到像文人扇 折扇啊 常常是一面 他会是一个书法 然后另外一面呢 他就是绘画 然后呢 绘画跟书法 往往他都是不同的艺术家来完成 这个是在承扇的这些制作当中 是一个大家行之有年的默契吗 也不是 其实往往我们会看到 如果你的书法跟画都好的时候 最好但是两面都是同一个艺术家 但是其实以前来讲 很多艺术家他画好字不好 所以他就很少再提字 所以或者说他字好 他不会画画 所以常常我们会看到 一把扇子可能他会集合两个艺术家 来完成一个书一个画 那最好的是这两个人要互相认识 互相认识 对 所以这会增加了这一个扇子的价值 因为今天不管是 谁先写谁后写 这个也有讲究的 辈分高的要先写 辈分高的先写 对 你不能说 其实说你要找一个名头比较小的画家 但是另外一个是张大千 那肯定要大千先生先画 然后画完以后才给另外一位书家写 这就有讲究 然后二来您刚刚讲到的 常常我们看到扇子是一面书 一面画 对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 哪面是正面呢 哪一面是正面 还有正面 对对对 请示意 在中国古代来讲 书法的地位是高于绘画的 所以扇子的正面一定是书法 然后背面是画 好 那这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你在装扇子的时候 哪一面是正面要装书法 就是听众朋友你们要看的是小谷 小谷呢 一根一根的小谷对不对 小谷有两个面 因为它是竹子 所以它有一面有竹皮 一面是没有竹皮 只有露出竹肉的部分 所以有带竹皮的是正面 只有竹肉的时候是反面 所以在装扇子的时候 如果你把扇子装反 会被人家笑的 就是说你的扇子小谷 带着竹皮的地方 一定要装书法 所以它是正面 所以拿出来的时候 一般也会绣的是正面 学习了学习了 那在扇扇的价值来讲 如果说一面是书法 然后一面是画作的话 那等于说一个扇扇 其实他有两个作品 在扇子上面 是不是他就双倍的价钱了 是的 一般是这样 大家也是会去评估 艺术家的名头 来达成这把扇扇的价值 对 那这个扇子呢 其实说实在的 我们扇子除了说 是因为在宋朝的时候 因为进贡 所以中国这边开始有折扇 那听说呢 欧洲的折扇文化 也深受中国的影响 在当时呢 是中国传过去的扇子呢 也风靡了整个欧洲啊 所以呢 欧洲各国呢 也仿照中国的扇子 制作出各种华丽的扇子啊 我们在电影里面啊 我就记得 好多好多年前了 有一部电影叫 阿玛迪斯吧 嗯 很多欧洲的这个电影里面 侍女啊 每个人都拿了一把 非常漂亮的扇子啊 哎 扇啊扇啊 但是这个扇呢 扇出风情来了啊 那我不晓得说 韦俊我们除了聊聊 中国的扇子之外 我们可不可以也聊一下 从中国传到欧洲的扇子 那欧洲会有什么样的 扇文化的一个演变呢 因为扇子啊 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一个东西啊 因为它也是代表了 东方文化西传的一个 非常非常知名的功能啊 因为各位听众朋友 可能有看过 伊丽莎白女王一世 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画像 那在那个画像里面呢 她左手拿的是她的手套 右手握着一把金色的扇子 然后伊丽莎白女王 是16世纪的一个女王 所以16世纪就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明代中晚期的时候 所以呢 其实在那个时候 大家就可以想象 其实明代中晚期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扇子啊 就是从中国就开始传到了西方 然后让那个西方的维之 疯狂着迷 然后最有名的 除了伊丽莎白女王以外 还有像19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 她也是非常非常知名的扇子的 非常着迷的收藏家 所以到19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 所以在19世纪 就是清代晚期的时候 中国特别出现了一门生意 就是外销扇 她在广州那边 他们就制作各类的西方 欧洲那边贵族喜欢的扇子 那这样的扇子 一般都是以象牙的材质啊 羽毛的材质啊 这种布面的材质 非常非常华丽 或是花哨的 一样 就是很满足西方的贵族的 疯狂的收藏 这样子 那到现代来讲呢 现代大家可能 有点印象看到 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那个老佛爷 对 拉格斐 对不对 拉格斐 他在常常 他在时装秀里面 他都会拿扇子 没错 没错 对 他也是他的一个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标志 然后像去年 在纽约大都会 去年刚暑假的时候 做了一档 拉格斐的很大的一个展览 他那个主视觉海报 就是用了一个女人 站在一个扇子前面 来纪念这个老佛爷 拉格斐 是 刚刚维俊有提到 从16世纪的画作 我们就可以看到 欧洲开始流行了 来自中国的折扇 那么在1699年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开始在中国 定制了八万件的外销扇 刚刚你也有提到外销扇 然后一到欧洲 瞬间热卖 完全完销 可见中国的折扇 对于欧洲的这些侍女们 还有皇家贵族们 他们使用的扇子 真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刚刚您有提到说 在英国王室里面 有扇子迷 对 维多利亚女王 对不对 她这个是扇子的一个热爱者 她也有收藏蛮多的扇子 那另外呢 像玛丽女王 她自己也是非常疯狂的扇子的收藏者 对不对 对对对 是的 所以她们现在都有在欧洲 都有她们留下的博物馆 那欧洲的女人 她们使用扇子 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表达肢体的语会 我不晓得 维俊 你有没有研究过 他们各种不同的使用扇子的方式 它有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吗 其实我们再讲回扇子 就是日本用扇子 跟中国用扇子 跟您刚刚提到的欧洲用扇子 其实都分别都有各自融入他们自己的民族的一些涵盖的背后的一些意义 那当然在扇子的使用上 其实我们讲到一般我们拿着持扇 就是拿着扇子 跟我们摇扇 就是我们在山峰的时候 我们在摇扇 对 然后到我们合扇 把扇子合起来 然后到我们开扇 其实这四个动作都是彰显了每个人优雅的状态 所以就像在欧洲 你刚才讲的一些贵族女人 他们其实他们会透过扇子 可能会去传达一些情谊 或者是一些 他可能相对比较暧昧的这种表达 都可以透过在扇子的使用上去展现出来 对 那刚刚维俊也提到了 其实这个扇子 扇的速度快还慢 其实它可能都有不同的意义 那也有在欧洲 我是看 有一些资料 讲这个欧洲的扇语 他就讲说 慢慢煽动扇子 其实是告诉你说 我结婚了 那扇的很快的话 就是还有机会 这样子 我不知道了 可能大家每一个对于扇子使用的动作跟方式 可能代表不同的意义 那回到中国的折扇这一个话题 我们在很多的拍卖会上 有看到不管是扇面的拍卖 扇骨的拍卖 扇扇的拍卖 其实一把扇子 它又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拍卖的这个 的收藏 对的收藏 那他们在不同的呈现上面 有什么样的拍卖的记录 您可以分享一下吗 好 这几年呢 如果我们单纯以扇骨来讲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 前几年有一个非常火的一个系列 就是梅兰芳的收藏 那因为梅兰芳是大家都知道是金剧的大师 那因为他们唱剧的时候 他们自己就要使用扇子 所以就造成梅兰芳 他就非常喜欢收藏扇子 那他的扇子的收藏里面 最有名最有名的 就是他的香菲族的扇子的收藏 那梅兰芳他的扇子 大概收藏这几年在拍卖场出现 大概就十几把 据我记忆没错的话 最贵的大概都在120万到150万人民币 一把扇骨而已 就扇骨 对 就是在100多万人民币 便宜一点的 大概在七八十万人民币 这是香菲族的扇骨 对 如果拿掉梅兰芳先生这个名头的话 一般我们在拍卖会上 能买到的香菲族 可能就是十几万 二十几万 大概是这样 对 但是因为梅兰芳先生收藏那扇扇骨 特别特别特别的好 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你大家可以想想看 在民国时期 以梅兰芳的这个地位 然后他喜欢收藏这个香菲族 所以当然他的朋友圈里面 大家肯定会馈赠 给他这样很好的香菲族 所以他收的那扇是特别的好 那再返回来讲 就是说扇面 扇面的收藏 那就很容易就是 都是破百万人民币起跳 也就是不同的画家 像七百十 像他们这都四五百万 很正常的一个人民币的价格 那扇扇是真的是相对很不容易 因为你看几百年下来 古代的扇子 因为他就像我们前面讲 他使用是他可能会坏 可能会脏 所以一般上面都会持续的会坏 那所以有一把好的扇扇留下来 是非常不容易的 然后在拍面会上 我们大多数能看到 大概都是近现代的 民国时期的 像这些普新鱼啊 张大千的啊 齐白石的这样的扇扇 是比较多 但是很老的 清代或是明代的 就非常少见了 难怪刚刚为俊有提到说 我们故宫博物院 藏的那个宣德皇帝 绘制的育笔的那一个扇扇 之所以这么的珍贵 真的你看看 从明代一直流传到现在 还保存的样态这么的好 确实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对不对 是是是 那刚刚都讲到说 在拍卖会上面啊 比较受到关注的这些扇鼓啊 或者是扇扇啊等等啊 那在扇面上的这些题材啊 常常会有什么样的题材啊 比较受到关注 或者是什么样的题材 比较常会呈现 我们常说啊 在扇面上面呢 创作啊 确实因为已经是先折好 然后才开始做嘛 所以也有些人说 这个华扇啊 有如美女啊 舞于瓦丽啊 就是说在这么一砍一砍上面啊 美女在上面跳舞啊 就是说艺术家在上面 创作的意思啊 这么难的艺术的创作的题材啊 有什么题材会让大家呢 特别的来关注 好扇子在使用 它要开合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动向的 对 所以扇子在绘画上 它的题材也大多数 有某几种题材 它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多样 第一个以绘画来讲 主要就是山水 山水 那第二个就是花鸟 很少很少在扇子上画人物的 因为那个人可能脸会歪七扭八 对 很少很少看到画人物的 主要的大方向就是山水跟花鸟 然后另外的话呢 刚才我们有讲到扇子在折的时候 它是不是要湿湿的折 对 然后它会上很重很重的繁水 所以它呢 其实扇子就像刚刚您讲的 如美女在这个瓦力上 因为它扇子的扇面本身 它是有点像是手指的状态 就是不吸水的状态 所以在画扇子不好画的原因 因为它比较难做到 很大的这种晕染的这种效果 所以它会有点像在画工笔画的这种状态 因为它是比较熟的纸 它这个纸上不吸水 所以不吸水呢 所以它那个下笔的时候会比较滑 比较滑 所以它会大部分都是画精细的工笔的花鸟 或是山水图案这样子 我们听众连续听了两集 我们维俊来分享中国折扇 心中蠢蠢欲动 如果要收藏折扇的话 你有没有建议我们听众如何来下手 其实我觉得一切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其实呢我们艺运书也在推广这个折扇的文化 就是说你可以去扇庄或专门在卖扇子的地方 买一把自己喜欢的长短 喜欢的大小的一把扇子 然后重点呢 我们以前古人都说 拿一把白面白扇子出来是一个非常失礼的事情 什么叫白扇子就是买回来什么都不写什么都不画 在古代你拿一把白扇子出来是很失礼的 是啊就是很白目的意思 很白目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文化传统里面呢 其实扇子是承载文化的一个载体 所以我也建议听众朋友们呢 你去找一把自己喜欢的扇子 然后呢你也不一定要毛笔 你也可以用钢笔啊签字笔啊 或者是你不管在上面画画啊 彩色笔啊什么的都简单的话 你可以去留下属于自己喜欢的内容 那你每天在用它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让你会心一笑 它可能会提醒你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 所以就不要用白扇子 了解了 那真的韦俊你要心心扇啊 这个在义云书我们开个工坊 自己来创作扇子啊 来开启我们的扇子的创作跟收藏啊 那最后呢拍卖会人生故事小领悟啊 听了连续了两集啊 谢谢韦俊啊来帮我们分享啊 中国的折扇 我们从中国的折扇 然后日本的折扇 欧洲的折扇我们都聊过之后啊 那么古代呢 将扇子的比喻为怀秀雅物啊 那很自然的呢 我们也会联想到这些扇子呢 其实是跟着我们 然后呢为我们所用 但是呢 它又承载了文化 承载了您个人的这些交往啊 您的朋友圈嘛 那这些扇子呢 其实最重要的呢 它是跟您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啊 那看到的扇子 也看到您的朋友 也看到您珍贵的友谊 落垂的那一刻 成交的不仅是拍品 也是他们的故事 我是主持人拍卖官游文梅 我是义云书主理人陈伟俊 邀请您继续锁定我的podcast节目 拍卖场的人生故事 感谢您的收听 期待下一次与您空中相遇 拜拜 拜拜 伟俊要不要真的来开一个工坊啊 我们来画扇子 我好想画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